我是美国洛杉矶陈晓芬医师 给大家来关注一下 新冠状病毒疫情期间 有什么样的保健 有个观众给我们打电话 说在这疫情期间 我们是不是可以吃火锅呢 我说我们是可以吃火锅的 但是每个人一个小火锅 现在洛杉矶很流行的 不要吃全家人吃一个大的火锅 那是没有问题的 要注意要用公块母吃 然后如果你生病的时候 最好是不要出去吃火锅 还有一个我的病人问我说 我很喜欢看电影 我可以去看电影吗 我说当然是可以看电影 但是你可以在家里看电影 因为在电影院里面呢 人比较多 比较复杂 所以比较容易有感染的机会 所以在疫情期间 你也可以看电影的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问我一个问题 他已经订了2020年300天的游轮 公主号 怎么办呢 我跟他说 在这个疫情期间 坐游轮是比较危险的 那能够取消是最好取消 但是如果不能取消的话呢 如果像他三月四月 这两个月都不能取消 那我就说 他最好能够定 有巴克尼的 可以在外面呼吸新鲜空气 然后还有呢 要洗手 要多戴口罩 那下船之后 可以去户外的各个旅行景点 那很多人说 那我可以去旅游吗 我说当然是可以啊 最好是在美国各地方自己开车来旅游 如果是要坐灰果巴士或是飞机 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建议暂时不用去 有病人问我 他好喜欢穿门子 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疫情期间 他可以穿门子吗 我说那为了保护他自己 跟保护他的朋友 我们可以用电话来串门子 比如说你喜欢用LINE 也可以看到对方互相聊天 说长道短 这个是非常好 那还有我朋友是很喜欢打牌 那打牌好不好呢 那我是觉得说 在这疫情期间 四个人不断地在牌桌上面 距离太近 这些牌桌上面的这些牌 也会脏 所以在这个最短的时间 我是不建议各位打牌 圣经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祂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